《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武汉肺炎疫情是不断的蔓延 有很多企业为员工着想 是改为了Home Office 是在家办公 那么在家工作看似是很舒服 但是其实不同工种的生产力 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低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又闪现出更多的 经济发力点呢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的演播间请到的是 博浩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 杨俊文 艾文 跟我们来共同探讨 艾文你好 你好 想必你身边的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都已经是改为了Home Office 你有没有听说 都有的 基本上我们金融这个行业 主要的大致机构 无论是美资 中资 还是上岗的公司 基本上现在除了比业务的一些部门 之外全都大部分都是变成Home Office 他们基本上公司是给一个选择 就是员工 他可以决定自己需不需要 就是回公司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在家旅头去工作 主要是来一些部门 是不可以Home Office的 就是一些造业的部门 因为他们基本上 都需要用一些特定的工具 在一个特定的网络 就是一个造业的网络 去撒单或者去做他的造业 变成了他们基本上 没可能就是在Home Office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了 无论是上岗的10号台风 爆台风 黑雨 红雨 他们一直都是要上班的 是的 不过这个也确实是一个 很人性化的操作 就看一下你的这个工种 是否是必须要来到公司的 不然的话可以有一个 自行选择一个权利 那其实呢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个Home Office 肯定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些 日常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其实我们再想一想对比一下 如果17年前的这个沙士的时候 其实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 因为当时的通讯工具 肯定是没有现在强了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影响 已经是大幅的降低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 可能要Home Office 会不会倒逼到一些 香港的中小企业 加速这个数码化的一个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数码化的情况 对于大的企业跟小的企业的影响 都是差不多 因为就怎么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某一些银行 你去这个分行去找他们的人的话 他已经是对着一个镜头 就是那个人本身已经不在 对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实的人 站在里面 你只需要对着一个CAM就可以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他们一找 已经开启了这个一个行动 就是而且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办公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Office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些大的一些电脑 就是台机 就是我们很多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头 已经没有这个台机的一个设备 所以变成了你知道手机或者用平板的话 很多的功能是跟这个用台机的操作界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变成了很多时候 它会需要有一些影响 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台机是做得到的 某一些是在台机以外是做不到的 变成了就是我觉得一些远近公司 它又发展出一些就是在平板或者就是手机 都可以经常去操作的一个东西出来 如果不是如果的话就是Home Office的话 就变成了就是这个影响比较大 如果说一些国际的公司 他们基本上就是开会的时候 都是伦敦美国或者不同的国家的人一起开 就是一早已经是用这个网络去做的 所以这是哪些就是影响不大 但是中小企的话 因为本身是设备的问题 所以可能就是影响比较大 但是这一期他们 我觉得只有发展的远点 都会更加注重这个手机跟平板方面 是这样的 那确实这个春节假期 很多人都是宅在家里面过的 因为可能都出门 可能是你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跟你一起过 所以只能是在家里面过 就是要想硬号账 那所以这一次就有很多人是说 这个春节假期其实就是游戏的天堂了 因为大家在家里面都没有什么事情干 所以不管是以前的一些 比较老旧一些的什么意志类小游戏 什么的 我听到我们同事说什么 家里面还可以打什么QQ麻将 这样子一种方式也挺开心的 或者是平时上班族都不太能有机会 玩的一些大型的一些联网游戏 在这个春节可是玩了一个过瘾了 其实我们上周也是看到了 这个半周的这个股市 港股开始以后 这个腾讯是算是比较亮眼的 一个可圈可点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是想问一下 这种有这个游戏概念的这些股份 是不是未来还是可以受到追捧的呢 如果这个疫情就是一直发展的话 对于网络不管是游戏 或者就是订餐 或者就是跟人连线 或者就是做生意 或者你到网上去杀单 或者是办公室 你去杀单跟联络 都会对于一些跟网络有关的一些行业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而且就是你知道你刚才也说了 很多人基本上平常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机会 或者没有时间去玩这些游戏 变成了现在他又不可以走出去 就是变成了在家里头 他会可能会提高了一些用户的一个比例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时间没机会 现在就变成没有东西干 等于说有些人他从来不会在家里头 看这个电视局的 变成了他就在网上看很多电视 或者还游戏杂志 都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就是如果从大比例上 这个数目去提高的话 因为有些很多这个游戏 或者一些娱乐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第一次接触之后 你是完全不会用的 但是接触你一变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异常的用户 有机会提高这个网络方面的游戏 或者其他的工具方面的一个 对生活的一个比例 等于说我们付费的时候 以前是用钱的 现在是用电子现金的 我们中国已经去的80多个% 是用电子 这些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是这样的 刚刚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第一拍的时候 看到那个新闻 说这个香港的楼市 好像各间这个机构 对今年这个香港楼市的预测 好像不是特别的乐观 确实我们也是害怕 因为是经历过这个03年SARS之后 对于这个楼市 是更多添了一份担忧 想请您帮我们来分析和对比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和这个17年前SARS的时候 这个有什么 这个对于这个楼市前景来说 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SARS的时候 应该是从1997年的楼市 出现那个高点之后 一直往下掉 掉到2002年 本身这个楼市已经是非常差的了 因为主要是那时时候的经济 就是非常不好 就是到2003年SARS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非常差的基础底下 再往上推一下 所以变成了就是 就是最近20多年了 最低一个诈位 因为那些就是经济差 而且就是这个病情就是非常担心 而且就是这个中心点 当时是在香港的 就是等于像现在的武汉一样 就是现在的上海的楼市 是住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经济 基本上就是都到2018年左右 就是上海差不多是最高点 就是没有这个社会运动之前 就是差不多是我们最高点 而且楼市也是差不多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经济可以说之前 先2018、2019年那些好的不得了 所以变成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 比较高 但是我们经济也比较好 所以就是我们掉下去的幅度 应该没有那么多 但我觉得还是会掉下去的 但是这个幅度跟2003年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经济去抵抗的话 变成了就是我们跌户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概就 他们一般市场都是预期 大概一层到两层的跌户左右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2003年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房地产都出现负资产的情况 因为刘家英累积的跌户非常大 但是现在香港基本上没有就是 100多宗就是这个负资产的数目 而且就是我们按揭的比例 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 如果买超过1000万的房子的话 就是最少给一般的手持 或者更多 如果你是第二层 而且就是这个发展商给的台湾买新房的 那些高比例的按捷的层数的这个数目 对于整个数目来说 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现在来跟这个17年前来比较的话 很多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的类比的时候 也要分清楚一点 那我们现在说白楼市再来说一下 这个股市方面 在上周的时候 这个港股是这个单枪匹马的去作战 因为没有A股的这个表现来做支撑 所以这个看到这个三个交易 是有七成半的蓝筹股 是十天线跌穿 二十天线是形成了一个四王交叉的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后市 您还会有这么乐吗 我知道您好像之前是说过 一个点位说是这个横指 您会看到2万6 现在想不想改一下这个目标价 还是说还是坚持这个2万6的目标不改了呢 之前我就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美国那边就是 如果你看上大几数 就是到此跟S&P500的话 就是刚刚掉出了上年尾的一个点数 就是刚刚掉了一点点 但是NASDA还是在升的 就是如果你 1月的时候你把股票估掉 现在还没有可以把股票买回来 所以美国那边就是从高点计算 就是掉了3%到4% 所以我就觉得了就是 因为这个疫情就是在香港为中国为主 应该我们的跌幅大概在他们的一倍 到1.5倍左右 我觉得武汉方面又掉差不多两倍 但是香港方面就是1.5%到1倍左右 所以这个跌幅大概就是在6到8%左右 就是变成了如果你从2万9千点去算的话 就是算上如果掉到最多一层的话 大概就2万6千点左右 但是如果你计算8%的话 就是大概就2万6千5百点左右 我觉得这个股息应该是 就是现在还差不多 应该就是在2万6千点附近 这一个水平 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短期的底部 就是上港股票不好 也不是进阶段事情 因为往年基本上我们也是排在全世界 主要时间内就差不多最尾的一个 是的 所以本身我们的基础也不好 所以我们的跌幅这个抵抗能力也不高 但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高的话 在往下掉的幅度也应该非常有限 所以我还是对2万6千点附近有信心 我觉得最差的时候应该2万5千5 都有一个非常长的基础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必要苛求这个什么准确的一个点数 不用是说是差那么一点 什么2万5千999这样子都不行 其实不是一个点数的问题 而是您是推断这个大概的一个点位 是从这个你大概会是横止 会是大概是跌到一个1成到1成5的 这么一个比例来计算的 那我们也到时候会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会最后会落在一个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跌幅上面 那其实在这种全民对抗疫情的这种时刻 如果是一些比较悲观的言论者 可能会觉得覆巢之下无完卵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哪个行业会是很出挑的了 但是其实越是在这种威的时候 越能够出现一些机会 像当年这个SARS的时候 好像这个京东也是这样发家的 阿里也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 所以也是出了一个 在后面的十几二十年当中 一些非常强势的一些品牌也好 然后行业的一些龙头也好 所以我们也在想 那现在在这个时候 有不有什么抗跌 或者是说是一些特别星光闪耀的一些品种 或者是行业值得我们来留意呢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去说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短期方面 我们对这个股票有什么影响 中长期方面又有一个什么的影响 如果从短期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医药股 特别是一些真的是有经商观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做几个真的是抗疫的用品 或者药品的一些公司 它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如果一些都是医疗的 但是做的东西是没有特别的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它都有新一点点 但是应该就是我觉得很快 大家就会发现哪个公司 基本上是跟这个 炒作而已 对对对 炒作而已 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是短期的一个影响 而且就是短期方面 你可以看到你刚才说了 七成的公司都掉下了一个平均线 这个是基本上就一起掉 但是从中长线来说 基本上每一次这些疫情发生的话 维持的时间都不会太久 因为这些东西之后的反弹会非常的长进 所以就是你可以留意一下公司 它可以凭这个机会去再发展一下 等于说你刚才也说了很多 比如说阿里亚 腾心一些做网络的 它可以从这个 因为它一发生这些东西 这些公司 网络公司的生意都特别好 所以这些公司我觉得的发展会更推进一步 但是呢 中长线来说 很多公司都会反弹 但是某一些公司又又又又比较小心 特别是内房 内地的金融 这些建筑 这些房地产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在疫情过后 都不会那么快反弹的 这些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另外一些很多行业 基本上这个疫情过了 等于说两个月 三个月 已经基本上把这个点数反弹上去 有很大的机会 比之前的高点还要更高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央今天 已经出了很多就是一些 维稳的一些措施 就是这个占这个准备金 MLF就是占这个C 或者就是提供一些很多的便利 或者一些推动的一个动作 如果这个情况是发生在美国的话 我真的会担心 但是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 你知道我们的 又做一个 我们的国家又做一个东西 等于说建一个医院 那时间可以盖出来 又保持某一个行业 去令它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说它一定做得到 而且就是那些收尾的一些行业 基本上是收尾的一个 它给出去的 可能比它原来的 因为也得到一些帮助 这表现比这个疫情没有发生的话 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好的 听到Ivan呢 希望观众会更加有信心 好 非常感谢Ivan今天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众会 谢谢观看